手动挡的车开的好不好 主要取决于离合器会不会用 你比如转弯的时候 很多朋友这个半连动来控制车速 其实这样对离合器损害还是比较大的 深圳的科目三路考甚至规定 半连动最多只能用30秒 超时要扣分 那转弯的时候不能踩离合 转弯踩离合不光会影响离合器寿命 严重的时候还会让车子失控 那实际上呢 长时间踩半离合去过这个弯 很容易导致分离轴层过热 那分离轴层就是用来分离 高速旋转的离合器部件的 那么这个离合器踏板踩下来的时候 分离轴层就会顶开结合在一起的离合器 断开发动机的动力传输 这个就好比两个人在打架 本来呢是你一拳我一脚打得好好的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 一把把他们两个人拉开 这个劝架的人就是分离轴层 那半踩离合的时候呢 离合器的分离是不彻底的 这种状态呢叫做干摩擦 干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 和转木取火差不多的 那产生的这个热量 就会聚集在这个分离轴层上 那个劝架的好人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我去劝个架 有可能会被人家说多款闲事 搞得不好 人家是一拳一脚互相打 现在我过去一拉 我一拳一脚全都打在我自己 劝架的人身上了 都有可能 那分离轴层呢 它是依靠这个固态黄油来润滑的 温度一高黄油就会融化 那润滑效果就会打折扣了 这个时候分离轴层的磨损量 是平时的几倍到几十倍 那磨损量的增加它会导致进一步的升温 这个分离轴层就容易烧毁了 一旦烧毁的话 整个变速箱要拆开来换的 这个拆装的工资费和材料费都不低的 那深圳驾照的路考标准呢 2011年就新增一条规定了 每次用半采离合来控制车速的时间 不能超过30秒 超过扣10分 也是因为半离合对考试车子的损伤 本身就比较大 是钱好不好 那么在车速比较快的时候 转弯采离合 它是有可能会让这个车子更容易失控的 那种雨天 雪天转弯的时候就容易打滑 打滑再导致转向过渡 导致转向不足就非常麻烦了 这就好比这个雪天骑脚踏车 如果转弯的时候速度太快 也是会打滑的嘛 后轮打滑就是转向过渡 前轮打滑就是转向不足 虽然不是很严谨 供你参考一下 那么正常情况下 车子上面的TCS系统会开始工作的 TCS就是牵引力控制系统 它会减少发动机的供油量 甚至是中断供油 而调整每个轮子的驱动力 防止进一步打滑或者是变得更厉害 那如果踩下离合过弯 也就断开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 车子会失去牵引力 那TCS的部分功能就会失效了 这个时候只能靠刹车来控制车子了 打滑的车子就很难控制住了 这就好比是断了线的风筝 没有风筝线的控制 只能自求多福了 非纳尔风缩了算 转弯的时候不能踩离合 但是在急刹车的时候必须要踩离合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奇怪的 德国有个资料 紧急自动是德国驾照的必考科目 急刹车要学的 要考的 它考试明确要求最快的速度 同时踩下刹车和离合器踏板 那同时踩下离合 至少能缩短0.5米的刹车距离 这个是因为踩下刹车之后 轮胎的转速马上开始下降 如果没有踩离合 发动机的转速 也会在传动系统的反托作用下 迅速下降 这个就好比我们小时候玩的 这个四驱车 你如果把这个轮胎按住 那么里面的这个电机 也就不会继续转了 那如果发动机转速不够 车子会熄火 但是行车电脑会挣扎一下 为了防止熄火 它会在500到800转时候 启动自动补油这个程序 这个时候车身就会 距离的这种抖动 土话说的就是抖车了闯动了 这个会导致车子多往前面 这么抖上0.5米 这就好比这个冲刺跑完了100米 大家减速的时候都是用小碎布的 这个小碎布就相当于是 这个根根根根根根根 就要多画一点距离了 那如果在急刹车的时候 同时踩下离合器 断开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呢 也就不会有这个抖的那个感觉了 那个刹车距离也会变短了 收火汽车它做了个实测 100公里每小时刹停 如果在踩刹车的同时踩下离合器 刹车距离明显缩短 5次测试的平均成绩缩短了0.66米 相当于是半个车头的长度了 而且呢在刹车老化的车上面 踩离合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缩短的距离能够达到1.3米 达到了一整个车头的一个长度 这个我查之前我是很意外的 我以前一直觉得踩刹车是不用踩离合的 那么不光是踩刹车距离更短 同时踩离合还能减少 刹停之后发生的二次事故的可能性 那如果不踩离合 车子在最后转速不够的时候会熄火 熄火之后呢 这个车子的转向助力啊 ABS啊这种安全系统 都没有正常工作 有些车子的刹车助力也是会失效的 在紧急状况的情况下 如果车子需要再次点火启动 就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了 有可能就会错过 避让危险的时机 造成更严重的情况了 这就好比呢 这个打电脑游戏 如果只是程序崩溃了 那只要马上重新开始程序 还是能连得上的 对吧 重连 但如果电脑直接黑屏死掉了 鼠标键盘都不灵了 那机器要拔了电源 再插上去的时间比较长 有可能哪怕重连上去 这个游戏已经输了 塔都被人家推光了 对吧 那么除了急踩刹车的时候 必须踩离合 点火的时候 也是必须要踩离合的 那有一些车型的说明书 它就要求点火的时候 是必须要踩着的 那个离合不踩到底 有些车型发不起来的 你比如说2016款的 雪佛兰克鲁兹说明书就写的 手动挡车型 需要先踩下离合踏板 再用点火开关启动发动机 这种设计在很多车子上 已经是标配了 你比如说什么德国大众 美国福特 韩国现代 那厂家在启动装置上 加装一个安全开关 如果没有把离合踩到底 启动机都不会通电的 这个和开飞机差不多 各种旋扭要按照顺序 一个个调整好 飞机引擎才能启动的 你看着这个TVB里面的 启动了进个离 上面拨拨拨拨拨拨 它这个拨拨拨有顺序的 顺序不对 飞机点不起来的 这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 挂档点火的这种事情 那一般来说在坡路上 老师傅为了防止这个 停着车子会溜 它会形成这个挂车一挡 然后就停车的这么一个习惯 那么强制性的踩下离合 才能点火 就可以防止我们 这个一挡挂在那边 这个要什么拽下去 嘎啦啦一下 或者窜出去 车子撞上人 也是一个安全的考虑 那就算是开飞机 也是要确定发动引擎之后的 推力是多少 不能引擎刚一发动 就起飞之间 咔咔一下上去的 那这个飞机横冲直撞的 也是很危险的 那我们现在在机场里面 等来等去的 人家拿这个理由 跟我们说 让我们多等了半个小时 我觉得也不合理 那么踩着离合器点火 也可以减少启动机的负载 还能延长电瓶的寿命 即便是空档状态点火 发动机也需要带动 变速箱的输入轴 一起来转动 所以说 这个空档实际上 并不是真正的空档 如果踩着离合器点火 变速箱的输入轴 就会断开连接 启动机 它就不需要带动 变速箱的任何部件 启动机的负载会更小 启动电流也就更小了 这个就好比是这个水车磨坊 启动机就是那个水车 负载就是磨坊的那个磨 那启动电流 就是河里面流动的那个水 这个磨越小 负载就越小 很小的水 就可以把这个水车给推起来了 那这个在冬天就特别明显 因为冬天温度比较低 冷车启动时候的 这个机油的这个流动性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差 所以说启动负载也会比较大 需要的启动电流也更高 那这个和这个拔丝地瓜差不多 刚刚断来的时候 是不是热的用筷子比较好夹 哇 夹起来还有一条丝 对不对 那等到外面那层糖冷掉了 你就整块捡起来了 一块块是拿不出来了 那平时的这个车子 启动电流呢 只有100到300安倍 但是在冬天启动电流 有可能会达到600安倍 所以说点火的时候 踩下离合 还可以保护启动机和电瓶 冬天的时候效果特别的好 那手动挡比自动挡多了个离合 所以说离合的操作 也是比较关键的 开手动挡对技术的要求 相对会比较高 特别是换挡时机的把握 有的朋友就说了 开手动挡的最高境界 就是让坐车的人 感觉是在坐自动挡的车 那么换挡到底是看时速 还是看转速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怎么样才能开出自动挡的感觉呢 像头蚊之地里一样 车子里面放块豆腐 转弯开车都不会碎的 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 手动挡换挡是自己换 自动挡是电脑换 那么电脑换挡速度 都已经是毫秒为单位了 比我们手动挡快多了 为什么欧洲用手动挡的人 还超过自动挡呢 都给你找了些资料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恢复关键词 手动挡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了 那我这个公众号呢 每天都会给你一段 汽车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现在自动挡的车子越来越多 很多朋友说 买手动挡才是王道 有些朋友说 傻子才买手动挡 我们客观的看看 我刚好做了两篇文章 哪些事情只有手动挡能做 自动挡做不到 哪些事情自动挡能做 手动挡完全不行 供你参考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恢复关键词 手动挡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